大家好 我們今天呢 Canva系列要跟大家介紹的是使用Photopee 它的塗層遮罩 還有布偶彎曲的功能 來幫我們達到製作大頭罩加上卡通身體造型的素材 因為呢雖然Canva有非常豐富的範本 素材還有很多的功能 但是它對於比較完整的影像編輯的能力 還是相對比較弱 所以我們可以搭配Photopee 這一個 線上版的Photoshop 來讓這些功能呢 幫助我們製作更多更精彩的Canva的素材來使用 現在呢我們就一起來看看怎麼製作囉 那首先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些我尋找的素材 有照片的 也有這樣卡通造型的 我們要把它 完成 像這樣子的一個替換 那麼再把老師的圖檔 還有女超人合在一起 透過布偶彎曲 調整 女超人的姿勢 完成像這樣的一個 圖案的設計 首先你要找到適合的大頭罩 和這些卡通圖檔 如果呢你的 圖檔或者照片 沒有去背的話你可以透過這個 Remove image background 這樣的網站 先幫你做一個去背的處理 那我們在Photopee裡面呢 再把這些兩個圖檔 分別打開 接著呢 我們現在就使用橢圓形的選擇工具 來把大頭罩的部分 複製到卡通上面 那我們來試看看吧 首先你進到Photopee裡面 如果你發現它在角落會有一個這樣的圖示 表示裡面有相同類型的工具 你按住滑鼠不放 它就可以跳出來 那我們現在換到橢圓形的 我可以在這邊第一個大頭的部分 用這樣把它框選起來 因為我們已經去背了 所以其實可以不用太過擔心 還會選到太多的多餘的影像 完成 選舉之後 你就可以來這邊 做一個複製 接著呢 我進到 剛才找到的 好通圖檔這裡 按下Ctrl加V把它貼上 先進到 移動工具 你就可以移動 你的大頭 如果你覺得這樣 比較小一點 我們可以搭配鍵盤上的Alt 加上滑鼠的滾輪 就可以把影像做一個放大縮小的動作 那我們要調整一下這張照片的大小 你可以把這個 變形調控打開 那我們就可以在它四個角落 去調整它的大小 那如果你需要做一點點旋轉 你可以像這樣 在角落的部分 做一個旋轉 完成之後我們在上面 打勾 做一個確認 接下來我們可以利用光炸遮罩的功能 等同於Photoshop 塗層遮瑟片的功能來把多餘的影像呢 把它做一個隱藏消除的動作 好我們來看一下囉 在下方這裡 有一個新增光炸遮罩 新增之後呢你會發現在他右手邊會多出一個縮圖 只要把前景顏色色成黑色的 利用筆刷的功能 我們就可以來這邊刷 在我們光炸遮罩的原理裡面 刷上黑色影像就會變透明 刷上白色影像就會復原 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如果你希望我們影像的邊緣不要太過銳利的話 你可以把底刷的硬度 調低 那麼它旁邊就會有像下面你所看到的 會有羽化的情形 OK 那我們現在呢 來這邊我先 放大一下 就可以刷一下 那它的邊緣呢就會有一些比較羽化的感覺 不容易覺得說我們的影像就是很銳意的被切開 那萬一如果你有畫錯的地方 不用擔心 你除了可以按Ctrl加Z以外 也可以把你的顏色 改回白色的 這樣一刷下去 你原本的影像就會復原回來 所以在這裡 它並沒有幫你刪除 OK 這樣我們第一個 就完成了喔 那麼其他的 這些影像呢 也都是 照相同的方法 就可以把這些大頭 把它換到我們的卡通身體上面來 最後呢 我們先把這五個完成的大頭照的塗層 先把它做一個關閉 回到最底層的卡通圖片這邊 使用橡皮擦的工具 筆刷的大小你可以自行調整一下 把它 原本的卡通頭把它做一個清除 這樣呢就不會讓我們做好的照片 後面呢還有這些圖檔去影響到我們的視覺 OK 那在清除的過程裡面其實你可以不用清得很乾淨沒關係 因為我們上面已經有大頭照塗檔在上面 所以其實事實上這些一點點的地方都會被遮蔽掉 最後我們就可以把這些大頭 重新打開囉 然後呢你就可以把這個檔案儲存成 PSD 原始檔 要拿到CAMMA裡面使用 請把它儲存為PN 就可以拿到CAMMA中 進行合成 接下來我們來使用不我彎曲 來調整女超能的姿勢 那麼這個不我彎曲在Photoshop裡面稱作 操控彎曲 其實他算是一種影像的 變形工具 不過他的調整方式很特殊 他就是利用釘圖釘的方式 如果以人來講我們就會把這個圖釘 釘在關節上 就會像我們操作皮影系一樣 你可以透過圖釘的移動 改變我們影像的姿勢 在開始動作之前 需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 你的影像一定要是先去背 因為他畢竟是影像變形 所以如果在變形的過程裡面 沒有去背的話 背景也會同步受到影響 第二個 我們建議你先把影像的圖層 把它轉換成 智慧物件 因為轉換成智慧物件之後 你就可以針對這個效果 重複調整 如果你沒有把它轉換成智慧物件 你只能調整一次 如果後續要再修改 就很麻煩 所以呢 我們先來看看怎麼樣把這個影像 轉換成智慧型圖層 你可以到圖層裡面 智慧型物件 轉換成智慧物件 那也可以在我們圖層的面板 在這邊 按右鍵 轉換成智慧物件 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找到 編輯裡面的 不我彎曲 那麼 第一次進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會有這樣的 網格狀 告訴你影像變形的 情形 但是這樣通常大家 剛開始會很不習慣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網格先暫時關掉 我們可以比對一下 你在使用的時候呢 大略上就像我們現在這張圖片所呈現的 我們原始圖把它釘在這些位置 這些關節 你想要動的這些位置上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些圖釘的調整 去調整他的姿勢 還有你看後面的陡棚的這個位置 都可以做調整 所以你只要在影像上點一下 這樣子呢 我們可以馬上來試看看 喔 你看 你看這樣手就可以動 在這邊 抖盆 就可以拉撐 我們下圖釘的點 其實是使用這個調整 很重要的地方 下的點對 其實你會發現 我要做的動作 效果就會蠻不錯的 如果呢 你有需要同時動到兩個點 你可以按住SHIP 就可以同時選起來 我就可以像這樣 腳就一起動 像在這裡 肚子可以再縮進來一點 這裡 可以上來一點 那麼如果你有點點錯了 沒有關係 點到他之後按下鍵盤上的Delete 就可以做刪除 最後完成了 在上面打個勾 那你會發現 因為我們剛剛 有轉換成 智慧物件 所以這個時候 你做的這個動作 他就會變成 智慧濾鏡 因此 如果你想要看到 原本未調整的效果 我只要把這個濾鏡的眼睛關閉 就可以看到 如果呢 你有需要重新編輯 只要在這裡點兩下 我們就可以重新進到這樣的模式 重新調整 他的這些圖釘 所以這個是轉換成智慧物件 很好用的地方 那當然後面呢 把老師的頭 把它捲起來 我們就可以把它複製之後 在這邊 做一個貼上的動作 那你記得要換到移動工具 才可以把老師的頭移過來 如果覺得 這樣不夠大 你也可以再做一下調整 再把他的角度改變一下 放上去 放上去 用完了我們就把這個變形調控關起來 一樣的 你也可以在後面加上塗成色色片 把老師頭的部分 邊緣稍微再修飾一下 記得要使用黑色的喔 好那做筆刷 像這樣比較硬的 我們可以 再把它調小一點 筆刷調大一點點 這樣他的邊緣的羽化程度 就會比較好 這樣就完成囉 你可以把這個原始檔儲存起來 那把它存成png 我們就可以拿到Canva裡面來使用了 進入到Canva之後呢 我們可以找到適當的範本 你就可以把它加進來 那再把我們的圖檔上傳 接著呢你可以試著加上動畫的效果 這樣就完成囉 所以其實 我們可以去善用一下這些東西 就可以讓您在 使用Canva的時候有更多屬於你專屬客製化的圖片 可以使用